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季马铃薯多摩种植 卖出全国最高价 聚焦三农正在播出 好 广州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土豆 土豆又叫马铃薯 是我国北方广泛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那现在正是北方主产区大面积种土豆的时候 然而在山东腾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那这里的农民已经开始忙活着收获马铃薯了 别人都在忙着种马铃薯 而他们就在忙着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恒涛是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 有着十多年马铃薯种植的经验 这是他2015年收获的第一茶土豆 因为价格很高 所以他不停地叮嘱着村民 别弄破了土豆外皮 影响销售 产量哪样 不是很理想 什么原因呢 清闻地吧 关键就是清闻地 今年土豆年还像大哥才那么大 往年的土豆吧 得比这还得大那么硬 但是呢 今年价格又好一点 今年价格高了 刘恒涛告诉记者 今年与往年不同 三四月份遇到了稻春寒 对马铃薯生长不利 这也影响到了他今年的产量 刘恒涛有2500多亩地 种植的都是马铃薯 像这样涉施拱棚种植的有1300多亩 虽然减产 但减产后 今年马铃薯的收购价格比去年高出了两毛钱 这让他今年第一季马铃薯的收入还不会太惨 第一季的话 如果这种拱棚的话 以目的产量斤到两斤半的话 可能能收个2500多亩到3000亩 如果按3000多亩算的话 能收多少钱呢 3000亩的话 要按现在这个价格 4000块钱一亩的话就是1200万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市场要下行 因为咱们市民老百姓都沧险完了 可能土豆就会价格就会低 刘洪涛说 春季收获的马铃薯最值钱 低头收购价 大小都算美金两元钱 他说 这在全国可能都是最高的 为什么这里的土豆能卖出苹果价呢 这个这一土豆对之前 之前在哪呢 因为这个土豆种植比较早 以原份就种植 然后全国的这个时候都没有土豆上市 旧外面都没有土豆 再讲这种散播的宰牌提前上市 价格比较高 那个顶头别烫 一点都不能 一点的顶头都不能 你千万把质量把好上 我觉得土豆清就不能 顶的一点都不能放 那都是次品了 那绝对不能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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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顶头就绝对不能放 因为这个 我们腾州土豆都是高品质土豆 到市场都是卖比较高端的市场 记者注意到 腾州马铃薯设施栽培技术 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他们首创的多层塑料薄膜 拱棚种植技术 使马铃薯收获季节抢在了全国最早 价格比其他主产区高出了四五倍 成为各地批发市场的强首货 来 我们往后走一走 来 让那边收 你这个土豆你都卖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有两种销售方式 像这种土豆呢 我们就卖到了 全国各地的独裁批发市场 然后像我们这种特别小的 出口到东南亚 总冬 明年我们出口量两万多顶 四百万美金 作为我国马铃薯二级座主产区的腾州市 有四个专业镇 285个专业村种植马铃薯 面积有65万亩 他们重点是把马铃薯作为反季节蔬菜种植 打的就是时间差 这里的农户家家户户 母产万金属 收入过万元 走进介和镇 正在地里收土豆的糖米学父子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他家把土豆种在了结坎田里 这是为什么呢 老爷子 为什么要做这个结坎桓田这块呢 结坎桓田对壮件好啊 少用化肥 你化肥少它不是好吃吗 你种土豆现在种出经验来了啊 对 经验都是起雷出来的 年年种 年年种 什么毛病 什么种法 什么管理法 基本上都涨过了 都涨过了 基本上可以了 你这土豆种完了以后 下一餐你种啥呀 下一餐 种一年 种了二十多年马铃薯的糖米学 一家共有六亩地 他告诉记者 像这茶土豆收了之后 他家种玉米 玉米收了再种土豆 这在当地叫两鼠一棒 他说这种种植 让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为此他把在外地打工的儿子 也叫回了家 老唐的儿子唐志森 返乡种土豆已经是第五年了 他告诉记者 选择回来种马铃薯 真是太正确了 谁能想到 土豆的收益能这么高 他家六亩地 每年十二月份种上第一茶 一年三茶 两剂土豆一剂玉米 纯收入十几万元不成问题 比他在外面打工 收入要高多了 这是春剂土豆 纯一亩地 七八千块钱一亩地 然后我家种六亩地 然后四五万块钱 还有第二剂呢是吧 对 还有第二剂 还有秋土豆 秋土豆没这么高吗 秋土豆不该定过 然后没有大棚 就比较量没得高 然后价格还也行 不过一亩地 比较一亩地 能买个四五千块钱 我们在这边采访 老唐那边却和一个 马铃薯经销商 谈起了价格 就是你看看这个货 我哪个都反正都得有半斤多了 对六十三嘛 撇谁他这个撇谁也好看啊 他两块的他价钱也不价 就像两块今天一块 他和和和和和和和 看谁 看谁 看区秀 这位收购商真是看好了老唐家的土豆 还互相留了电话 可是记者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老唐到底是一块九一斤卖的 还是两元钱一斤卖的呢 你这个看他这个土豆咋样啊 太好 不闹 不闹啊 我那边 你打算多少钱收 你打算多少钱收 我打算一块九收 他不卖 现在 那他这个一块九 他能卖吗 老爷子 一块九能卖吗 一块九我不想的 真的啦 两块钱 两块钱 两块吧 两块没想的啦 老唐这六亩地的马铃薯 以美金两元钱的价格 卖给了经销商丁友华 而种植大户刘恒涛的 一千三百亩的马铃薯 只有三分之一能在本地销售 但是那三分之二 他该怎么卖呢 第二天 记者在腾州马铃薯节的现场 发现了刘恒涛 前两天我广州马铃薯节 回来 他没说几年 有可能进一段 闪亮的半斤 像这个 这个奖南好卖吧 这个就最漂亮 是吧 这个马铃薯节对我们来说 非常的实惠 你看这我们广州来的客户 我们广州股民市场的魏经理 每年和每公司的成交量 都超过一万对 因为腾州的马铃薯 个头大 颜色好 口感 来着各地的客户的需求 都是比较 比较首显的 买的话 估计是要四块到五块吧 就这样的质量 这是刘恒涛连续七年参加 腾州马铃薯节 当地举办这样的专门节日 为像刘恒涛这样的马铃薯种植大户 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刘恒涛说这个季节他忙完了销售 忙春耕根本停不下来 这是我们春耕准备的化肥 这是地磨 然后这个是地关带 你看我们现在准备就是春耕种某芋头 那么地的都已经种上了 记者发现在春耕大忙季节 这里有的村子收了土豆种芋头 有的种玉米 秋天继续把马铃薯种上 农民们说马铃薯可是让他们真正富裕起来的金蛋蛋 不过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提出以后 虽然对当地主要生产菜用马铃薯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还是让这里的人们有些许的担忧 这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提出之后 我们就省省感到全国的马铃薯面积要扩大 我担心面积扩大之后 小说的价格 第二个担心什么问题呢 农民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益 大量的使用化费 这样会导致突然的算化和负费原化 所以下一步如何钻房市 特别是法权税费计划措施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看到这个种植大户刘恒涛 像变细法那样 把土豆变成了钻大钱的金蛋蛋 那这个戏法的背后关键呢 其实是产业链 认准土豆产业链赚钱的逻辑 看哪个环节最赚钱 就往哪些环节上靠 在这个赚钱的戏法中啊 我们看到了两种梁法 看到了反季节上市 看到了国内国际市场灵活转场等手法 那小土豆背后是大产业 要想把土豆变成金蛋蛋 就必须要掌握这个大产业的秘密 野生蘑菇中毒为何频频上演 民间鉴别方法是否准确可信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 那我身后的这种蘑菇呢 颜色很朴素 白白的 那和市场上的蘑菇看起来呢 非常的相似 但是这却是一种巨毒无比的蘑菇 叫白毒伞 现在啊 山里的野生蘑菇多起来了 那专家提醒 尽量不要去采摘食用 因为单靠外观 你很难识别有没有毒 3月7日上午 深圳保安区的父子三人在爬凤凰山时采摘了一些白色散状野生蘑菇 晚上回家后包汤盒 随后出现中毒症状 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 之所以务实中毒的事件频发是因为在民间流传着很多鉴别蘑菇是否有毒的土方 民间鉴别蘑菇的方法真的准确吗 记者梳理了几条流传甚广的鉴别蘑菇有毒与否的方法 来到中科院卫生物研究所 向菌类分类专家进行了咨询 民间鉴别法律 鲜艳的蘑菇有毒 无毒蘑菇颜色朴素 以前在欧洲一种蘑菇就是开车大地最爱吃的一种蘑菇就是成干五高 这个它颜色就非常显眼 看到那个颜色比较朴素的那种种 它并不是说它就没有毒 可以夸问五高菌 这个看着你看很简单 很破硕 结果你也测过它 它就是要种多 民间鉴别法二 无毒蘑菇多生长在清洁的草地或树木上 有毒蘑菇则往往生长在阴暗潮湿肮脏的地方 民间鉴别法三 毒蘑菇往往有鳞片和粘液 菌杆上有菌托和菌环 像这个欧高菌所 它就是有菌环有菌托 有些有鳞片 但一种好吃的蘑菇就是那个叫黄産 它有鳞片 也有点这个菌环 民间鉴别法四 毒蘑菇虫已不识 有虫子取食痕迹的蘑菇是无毒的 有的多数 我们人测过它有一个受体 它接受了这种多数 那就引起了这个中毒的反应 那虫子它没有这个受体 它测这种东西 它就不能够引起这个中毒 由此可见 民间鉴别野生蘑菇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个蘑菇的种类太多 有一万多种不认生蘑菇 搞不清楚 一定不要去采释它 如果发生物食毒蘑菇中毒事件 应迅速呼叫救护车赶往现场 同时进行催吐 可先让物食者服用大量温盐水 然后用手指刺激烟布 促使呕吐 注意孕妇及中毒者昏迷者 不宜进行人为催吐 中毒者需加盖毛毯保温 凡共同食用者 无论是否发病 同样需立即到医院进行检查 使用过的剩余蘑菇应留存 以供检验查明中毒原因 您看啊 就连专业人士都不能准确的辨认 野生毒蘑菇 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 您还是不要去轻易碰触野生蘑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正能量的事 一辆拉水果的小货车啊 刹车失灵 冲进了云南红河的通建高速公路匝道 当时那两个人就被卡在了驾驶室里 为了减轻伤者的痛苦 一位交警竟然用身体当起了千斤顶 到达救援现场后 交警一边安慰被困者 一边组织在场人员进行抢救 其中受伤较重的一名伤者 因卡在驾驶室已破碎的挡风玻璃框架上 半边身子悬在空中 伴随施救中车辆的震动 伤口不停流血 斜警尼海婷蹲下身体低下头 用自己的身体牢牢拖起伤者悬空的半边身子 大大减轻了伤者因悬空带来的疼痛 接下来的近三个小时里 尼海婷始终用自己的头部背部 托起伤者的身体直至伤者被救 尼海婷真是好样的 我们都要为你点个赞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就在立夏这天啊 河南鲁山去下了一次乒乓球大小的冰雹 5月6日傍晚 河南省平顶山路山县起初是下大雨 随后而来的冰雹持续了十多分钟 最大的冰雹如鸡蛋大小 张庄村的万亩葡萄园 葡萄叶子已经被冰雹全部砸落 大面积小麦被连根砸断 麦碎砸乱的散落在地 没有融化的冰雹堆积在路边沟渠 直径有两厘米大 洛阳市盲山镇一带雨点由小变大 也下起了冰雹 砸在工地上的板房房顶 路上的汽车也到处寻找躲避的地方 短短几分钟 地面上就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冰雹 整个降雨过程持续了20分钟左右 噼里啪哒的声音下起了冰雹 大的像核桃一样的 小的像玻璃球一样 入夏之后突发自然灾害增加 我们也希望各地能够及时提高灾害预警机制 尽量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三农史讯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而对于餐桌上的家禽来说 饲料的安全是他们健康成长的保证 也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饮食安全 近日2015中国饲料工业展览会 继畜牧业各级成果推介会 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 这两年行业进入到一个调整期 所以也是一个整合期 随着饲料生产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 行业会越来越规范 实际上对整个行业进步是一件好事 展会进行的同时 一场名为我成长我见证的朗诵大赛 也在展馆内同步举行 选手们都是来自20多家参展企业的员工 给此次饲料工业展览会增添了一份不一样的风采 近日河北邯南市屈州县的小麦观摩会 吸引了很多周围的村民参观 看这麦棉批我们家的麦棉好 它麦碎整齐 麦碎整齐 对 我们家小的多 大的少 大的少 意思都是太稠吧 太密 我早来没有念这个号 我的腹部下胀都重 没有这些粗转 此次小麦观摩会的小麦基地 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和湖北新阳风肥业合作 联手打造全国测土配方施肥示范网络 探索推出了科技小院的服务模式 并且此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为国家973项目 我们973项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 能够在不断提高产量的同时 不要过分的投入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 就是追求的就是 我们叫高产高效 给农民能够带来很好的回报 所有的农业基地出师 都应该围绕这样的目标 高产高效 最后农织为了高产成本的下降 使我们对我们这个经济发展 起个很大处境中 以风与同行一路相伴为主题的 测土配方施肥科普中国万里行 也举行了首发仪式 我们把我们研究的成果 变成洋风公司生产的配方肥产品 然后这样让千年万户的农民 就可以用起来 用这个产品 它就可以实现增产 少投入 然后自己能够成本比较低 效益比较高 另外也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这样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那近期呢 我们栏目啊 正在征集农村的院墙故事 如果在您家的院墙 或者是您邻里家的院墙上 有有趣的标语 您可以通过栏目的官方微信 把照片发给我们 一起来分享农家的院墙故事 好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您关注 那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农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也欢迎您关注 去交三农栏目的 官方微博 微信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我们再见